大陸網紅從第三地要來台灣 結果他說他的兒子因為照片 被我們的官方移民署說 你兒子照片頭髮不正常 請你重拍 但他在YouTube上面 他是怎麼講呢 他說台灣移民署的官員 因為照片頭髮太醜了 不讓他兒子入鏡 他覺得太離譜了 太奇葩了 那他兒子的照片是這樣 是這個狀況 那很多專業攝影師說 主要是你這個 左上角缺了一角 可能會被判定 是合成的照片 我們相關規定是不行的 那後來他有點翻車 是因為我們的官方說 其實4月9號他重新申請照片 就讓他進來 就有允許他進來這樣 那夏亞講說 因為他覺得頭髮不正常 這個意思在他來講 就等於是醜 講他兒子頭髮醜 就很奇怪 請教楊明 我覺得我們的泰國的辦事處 可以有一個比較 你知道很多都是用罐頭回應 比如說如果你就說 你的照片不符合規格 那請依照這個一個範本 其實我知道像我們的護照 常常都會說要幾寸的 然後頭髮要怎麼樣 然後不可以有瀏海或什麼樣的 其實都會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其實只要把這個規定傳過去 因為像比如說這個網紅 他是比較幽默 他覺得什麼叫頭髮不正常 他會覺得好像是不是怪怪的 但確實這樣照片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他很像後面那個背景 是Key上去的 對 沒錯 所以我說這個 當然我覺得泰國辦事處 他也是只是他表達上面 他用不正常這三個字 會讓人家覺得怪怪 是太醜還是怎麼樣 因為不正常 通常拿頭髮不正常 你可以說這張照片 你在想他的選項是不是不多 譬如說你這個頭髮 看起來很像是Key版的 當然我覺得官員 可能他要審核很多 很多的路徑的申請 所以他就用一個比較 他可能覺得 我覺得這個怪怪的 我是怎麼樣 他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但我覺得這位網紅 關鍵是他未來來台灣 有沒有得到好的待遇 好 我們馬上陪來 平東有個民眾他停車 居然被開了罰單 他喊冤 很多人立刻附和他說 這個冤情太大了 地點就在平東市 自由路506號前面 這是他被挨罰的照片 他停在一個白色格子裡面 所以他說你停在白色的 停車格裡面 怎麼還被開罰單 還900塊錢 後來他說 因為旁邊有一條黃線 大家很詫異說 停車格旁邊 怎麼會有黃線 在這個地方黃色線 這是另外一邊 這都是罰單上面的照片 特別針對這個 屏東市自由路的這個地方 拍過去你看 他一格一格都是白色的 白色的停車格 而且事實上不只這台車 這是Google上面的照片 排了一整排的車 這些車不是純粹都要被罰了嗎 他說前面停車格 能夠發現有編號 有白色的格子線 裡面根本沒有紅黃線 所以他當地講說 有可能是本來就已經 有規劃停車的地方 這個地方畫了黃線 不要讓人家停 但是沒有把白色的線 給塗銷了 那擺明了不就變成 是一個陷阱嗎 但是這個陷阱我覺得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